32岁香港女歌手卢凯彤 8月5日在入家坠楼身亡 昨天在香港殡仪馆设灵 今天早上出殡 今早8点25分左右 七人车驶进殡仪馆 早上9点 出殡仪式开始 周国贤 陈建勋的女儿陈宁儿等艺人好友陆续到达 9点27分 荣祖儿 杨千化先后抵达殡仪馆送别好友 负责福林的恩师黄耀明也到达 杨千化逗留约20分钟后便离开 卢凯彤生前八位好友负责福林 包括黄耀明 何韵师 蔡德财 前经纪人胡伟奇 鼓手黄伟勋 吴凯业 麦启聪和陈兆基 11点11分 布满白色兰花的灵车离开殡仪馆 卢晓通的遗双于静平捧着卢晓通的遗照 坐在灵车内到火化场 在中午52点15分 火化仪式完成 亲友陆续离开礼堂 他们都神情哀伤 而卢凯通的父母也不必白头人 送黑头人到场跟爱女道别 NDP7综合报道